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來銅鑼灣稀針廣場 搞大好聽三位插畫師說的題目 插畫師試如何煉成的 以下部份精彩內容 這個都可以撥入為規律的 是吧 你講完之後我有時候 開始看搞笑的東西的時候 我都看得專業一點 看外國搞笑 你會不會的 現在好像對搞笑的東西 其實不可以再局限在港式 因為港式的幽默 其實跟外國不同的幽默 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外國的譬如 你見到是 可能是痛楚 他們覺得很幽默 譬如外國的 講男女平權的 他們的幽默又跟香港不同 但是我們見到就是原來 好像要視力更多幽默的類型 因為現在講的幽默 越大眾的幽默 我見到你的作品很漂亮 我就用另外三種顏色去創作 大哥的構圖 有點像 我們在很多學習的過程都會 你有沒有一些什麼 提示可以給一些新手藝的創作的人 去想想 想想去模仿和抄襲 不要說抄襲 模仿過程中 去小心的東西 或者去 你的經驗 我會覺得 有可能是你很喜歡 大多數是你很喜歡那個人的畫面 然後就會不斷看 不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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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的腦就會 涉獵了很多同類型 你自己很喜歡的創作 然後到你畫的時候 有時是有一種潛意識 可能你自己也不覺得 你就會畫了一些類型的創作出來 但是你又不可以不看其他人的作品 凡是每一個新手 像我以前小時候 小時候 都會不斷看別人的東西 然後學一下去畫 但是日子久了的時候 你會很自然的 不知為甚麼 很自然地去找到自己的風格 是 阿余有沒有試過去淪磨 或者模仿一個你喜歡的偶像的一些作品 有沒有這個過程 都有 因為自己一開始的時候 都很喜歡看 會覺得那個人畫得好像挺漂亮 就當作自己練習 是真的練習 原來顏色可以是這樣的 剛才說顏色很差 顏色可以是這樣的畫 就真的是用來練習 即是你不要將你去淪磨的那樣東西 就直接 我的作品 那就不要這樣 我也覺得 Vinnerson也很對 即是你在淪磨練習的時候 你是會加自己的東西進去 即是不僅是藝術師的那些東西進去 那當中不斷練習 看 那我覺得 不要 一下子就彈了出去 會安全一點 因為淪磨出來畫那個人其實挺彈滿足的 即是會覺得 我都畫到一個沒理由浪費了 即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但就太急地地丟了出來 就變了做可能就是太遲弱了 你們也有刻意調整這個點 去令到自己的原創性是更加重 我想說一件事 有時是你突然間不會知道 你這件事可能是跟地球的 另一端的某藝術師的東西很接近 這個世界上我覺得是沒有一個 絕對獨一無二的風格 這個是說真的 有時可能你會覺得 為甚麼他畫這個IP 他跟我畫得好像很相似 死吧 他會不會以為我抄他 那真是 這個世界真是有些 這樣的巧合性的發生 但是 就是你自己也要去 怎樣去避免 就是可能你真的看得很多 就是你 原來這個藝術師他畫得 就是畫到是這一類型的 那我就自己去避一避 對於我來說 我都覺得是很難去拿捏 和很難去捉那個平衡點 但是你也要誠實 首先你自己也要誠實 就是創作者本人 你好像都挺看一個創作者的人品 是不是對你來說 就是你覺得創作者的為人 其實都很主導去創作 比如我假設我畫得很漂亮 其實你都會在意創作人的性格 或者他的品德 是不是你都會 但是如果呢 其實有時候你看他的作品 他畫得很漂亮 你都未必會真是很 真正去 很深入去了解到那個 創作者的人品 是的 你只可以是 很片面 這樣 原來他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很活潑的人 原來可能他是一個 感情很厲害的人 你只可以是片面地去 片面地去了解 聽完整個講座 獲益良多 這條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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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